秀出资料在Excel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打开其实就是什么 整理着所有front marketing 所以如果这样 这边的话总共控制向下 3624-1 3623 如果说我今天要在 我们Python里面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就是要一样 所以上面这三行都一样 Import SQL Lite 3 然后把这个DB给他 DB的话叫Market 我这边改了叫Market.db 换一个资料库 然后建一个科色 科色的话就是要存 那个资料表过来的东西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我就全部 全部的话我先用这个 我先不用关键的查询 然后把那个查日期 跟查那个文字的部分 先注解掉 所以基本上的话 就是select所有 front market的资料表 里面的东西 然后呢做什么呢 Excue它 它就会帮我把资料先 就丢在这个科色里面 那接下来呢 就是print我的栏位名称 那栏位名称 我是直接从那个 这边把它复制贴过来 print它的栏位 因为我们在抓资料的时候呢 没有把那个栏位名称抓过来 所以这上面我就变成手动 帮它加栏位名称 因为我们Excel into的时候 去掉第一笔就栏位名称 除非说你可能找个地方给它放起来 不然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再把它补上 然后再来的话 从那个科色里面 帮我把它一笔一笔的先丢到这个肉变数里面 for each 一个一个 然后呢我用什么呢 用那个format的方法 反正先给它五个大瓜糊 再把每一个肉里面的每一个栏位名 肉就是那个整列嘛 列底下要切割嘛 有没有 就是有点像Excel 这个就是一肉 一个肉嘛 对不对 总共有五个东西 其中第一个就是中瓜糊0 中瓜糊1 也一类推 有没有 那我就把它输出 那用format的最简单 不然的话前面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它里面放的是不是自串 如果不是自串你还要加STR把它转型 再串接 不然的话 其实后来发现format的最简单 所以format真的是好用 一定要把它熟练 因为format如果不会的话 很多地方写起来就是很复杂 所以其实真的 而且 城市真的差一个地方 你会发现你会撞墙 撞到头破血流 还不知道在哪里出错 真的应该 这种东西真的 我是 当然也没那么简单 不过也没那么复杂 所以我会把城市都复制贴到云端 就是告诉各位 以后如果你实在写不出来的时候 你先拿我的贴来改 比较快 你千万不要一直在那边转你好 因为有时候说真的 插一个刮符 插一个后刮符 插一个逗点 插一个什么东西 结果就是完全不同 这个城市 所以城市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他没有那个99分的 他只有一百分 城市没有 哪怕你是99分 你也是零分 为什么 因为有bug 有bug就没办法run 所以很麻烦 所以怎么办 但我的想法是 我现在正确版 先把它存在云端上 下一次呢 我就先拿来run 不然的话 当然也可以现场写 不过现场写 有时候真的状况比较多 还要看你当时的精神状态 因为我可能白天我已经参加研习了 我已经练了一整天了 对不对 一个虽然说也不是什么态度 但是也是会受影响 所以有的时候你精神不济的时候 你就切记就不要硬要写程式了 你就了解就好了 你真的是要睡饱了之后 精神好的时候 然后旁边没有人吵你的时候 你在练习 不过通常没有那个时候 平常没有人吵你的时候 有这种机会吗 然后精神要好的时候 好像没有 我看你们下班来上课 都有点精神快 这种撑的 所以其实真的要把程式写好 我觉得很难 对不对 所以尽量就是 要把所有外务都推掉 下了班以后就是 你也不要去应酬 也不用应酬 就是social 就是 所以像我们 像我的个性这样 尽量我也平常 不太喜欢跟人家social 也不是说我孤僻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 我喜欢 我要玩一些我喜欢的东西 那那时候就不要有人吵我 对不对 所以像我老婆常问说 你为什么都不理我 我要怎么回答 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一边一写程式 我可以一边还要跟你讲话 一边聊天 这个专注力要非常够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慢慢的退而求其次怎么办 就是你要把一个正确的版本先记下来 那以后也不要说硬是一直要 就是你为了要求 从头到尾都要自己写 你要从头来一遍 是练习的时候可以 但是有时候真的硬是要做一些东西 你就干脆贴上去改一改最快了 但我这样讲或许不完全对 但也不完全错了 站在练习的角度 我是希望你们从头每一行都自己打 可是以那种可能性来看应该太低了 所以我们还是退而求一次了 所以我们不要说为了说 你一定要那个追求什么都要自己来 然后最后就是说呢 最后你可能想放弃了 因为那不可能全部写出来 对所以先求 你可以先得到一定的那个程度之后 再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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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 我觉得这样应该可能比较可心 所以这边的话就刚刚提到format 这个好东西你就要记起来 那如果说你要用的时候 发现一直打不出来错怎么办 记得要有范本 照范本改总会吧 照着改总会吧 OK 所以其实有时候最省力气的时候 就是有范本 像我以前那时候 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 雪岁还没开通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原汁大学 在那边有开学分班 那我也接了那个学分班 然后那时候没有雪岁 就只能走那个北宜跟滨海 那一条是山路 蜿蜒 一条是海线虽然比较笔直 但是非常恐怖 要走比较远 那走哪一条都不对 那所以那时候走滨海 有时候感觉绕远一点 那感觉比较好 海不会那山路 而且那很恐怖 晚上九彎十八拐 然后感觉好像随时都有什么东西跑出来 那后来走滨海 发现最轻松的时候 我后来发现一个好方法 就是反正我就看到一台车 它的车速大概跟我差不多 我就跟在它后面就好了 它左弯我就左弯 它右弯我就右弯 但是也不能发现你跟着它 因为它后来可能会让你在前面 最后两个都不想要往前 真的最轻松 因为有人跟走是最轻松 对不对 不然你什么都要走在最前面的时候 是最累的 因为你要判断前面到底是左弯还是右弯 OK 所以一样的道理 你其实最轻松的就是要有范本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凑起来的 有点像拼图 把它拼拼凑凑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前三行常常看到 那这个是我们的SQL语法 这个是去执行这个SQL语法 得到的结果print出来 然后并且把这个东西一个一行 一个一个把它捞出来 看到结果就会放在下面 是这样子 OK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这边因为slate的所有是三千 两千多吗 三千多 三千多笔嘛 这么多 三千六百二十三笔 那如果说我想知道呢 轻松的价格的话 所以我这边可以写一个 所谓的那个关键字查询 还记得吧 所以slate的所有的话呢 我就不要了 我就是在slate的所有 后面呢 加一个will的一个叙述 所以先跟他讲说 请你输入关键字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x取得之后 放在后面 那那个栏位名称呢 叫做品名 为什么叫品名呢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insert into 对不对 insert into 有没有 这边有个品名 你就把这个复制过来 他第一个是日期 种类 市场品名跟平均单价 那我就会有 品名这个栏位 记得如果是文字用like 如果是数字的话呢 有等于大于小于的叙述 ok 那日期的话也是等于 日期的话就是等于小于 ok 然后呢 前后因为是文字 所以前后要单以后 把这个x放进来 这个我前面有讲过 然后就是 这个假设是什么 如果你要查什么轻松 对不对 它本来应该是 长得像这样子 这个x拿掉 长得应该是 轻松放这里面 这个不管前面是什么 不管后面 所以它打一个冲也会出现 打一个轻也会出现 ok 那如果说我插在中间的话 就是把它去掉 所以这边好像前面有讲过 去掉之后双引号两个 加加两个 再放一个x这样子 就有变数 插在中间 然后就把它执行 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什么 请输入 应该是品名关键字 这边应该改一下 假设改过了 品名关键字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再把它执行一下 那如果说我要找什么呢 找那个轻松的行情的话 轻松 Enter 这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轻松就全部出来了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轻松的话 当然它有帮我出来了 不过这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最高的大概 380 底下什么90 还差那么多 105 105 97 60 最低60 不过如果说今天 会有几个问题 虽然查出来了 但是如果说我希望怎么样 可不可以同一天的 因为你会发现 他帮我把每一天的都列出来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再多一个日期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你可能要多一个Y了 有没有 Y 请输入那个日期 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复制一个 这边多一个Y 那Y的话呢 请输入什么呢 请输入日期 所以这边的话 多一个请输入日期 关键查询完之后 日期 那日期加在哪里 特别重要 加在这个后面 这个单引号 跟双引号中间 多一个end end什么呢 end那一天 那那一天的话 是哪一天 如果说我今天 记得日期前后 也是单引号 2018年的11月 我看 11月1号好了 不要记 11月1号 如果你写这样的话 他就11月1号 但是目前 我先不要写成变数 比如说我这边 一样是找那个青冲 直接打一个冲就好了 请出日期 日期我先随便打一个 有没有 青冲 OK 那你会发现 end 这边栏位名称我没给他了 这个栏位应该是日期 应该日期等于 日期等于那一天 OK 等于 等于这一天 我那个Y的话 如果要放过来的话 一样嘛 把这边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加加两个 再加一个Y就可以了 这样子 OK 所以 这个栏位是 关键是 这个栏位是哪一天 执行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 一样是出入冲好了 OK OK 好 Enter 日期的话 就2018的11月1号 Enter 好 你会发现 看一下 是不是就11月1号了 看一下 有没有 11月1号的 那同一天的 不同菜市场的价格 有没有列出来 最贵的还是市东 市东在哪里呢 在天母 是不是 所以天龙国里面的天龙国 是不是 所以里面最贵 那如果说将来你希望呢 它的单价由大排到小 那怎么 这边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最后面呢 你可以再加一个叙述 其实都是西口语法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西口语法 那叫什么 Older Older by 你这边后面加一个 Older by 然后呢 你就是 加一个 如果是 由小到大的话 就ASC 如果是由大到小的话 就是DESC 就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是由大到小 DESC 如果由小到大 就ASC 这个可能你们自己去查一下 那个西口语法教学里面都有 你看一下Older by那里 一堆啦 反正就是那些东西 把它活用就对了 所以以后你要做一个查询系统 这不是什么问题 你要绕什么报表 其实也都OK啦 这边只是教各位 你要能够丢进去 也要能够取出来 这样才有办法找到你要的东西 你要找什么就很容易了 OK 所以这个资料库才有价值 不然的话你丢一堆东西进去 你不会用 那不是等于白搭 OK 所以最后的话 把它执行看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所以一样 这边就要再输入一次 OK 输入冲 然后 输入到这里 2018的11月1号 Enter Older by Older by 你后面要跟他讲 Older by 哪一个栏位 后面的话 还要一个叙述 哪一个栏位 然后递增跟递减 你可能要叙述一下 OK 这样子 那应该就OK的 那请各位试一下 因为这边再讲下去 这太复杂了 所以 我再把重点回归 一 增加一个关键字 二 增加一个日期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like 这前面讲过 第二个条件就是end 这个end 这个日期等于y 然后后面的话 Older by 哪一个栏位 然后是 地增还是地减 这个是地减 那如果地增的话 就asc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desc是地减 地增的话就asc OK 这样看到应该OK 所以你地减的结果 看到葱最贵的是在市东 380 然后最便宜的话 是在环南 只有33块 相差 十几倍 OK 所以同样的葱 在不同的地方 而且只是一个台北市 竟然有这么大的差价 所以你们下一次 如果去环南 买买看 跟那个市东的葱 买来看看 到底有什么差别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分享一下 到底对 我觉得蛮奇怪的 这是什么葱 怎么这么贵 OK 好